我們今天城市走讀呢 來到我們台北市大同區 延平北路二段這邊呢 有一家仁安醫院 不過這個疫情期間 聽到醫院兩個字 好像大家都很緊張 不過其實呢 仁安醫院它是歷史建物 已經不是在做這個醫生醫院的服務了 主要就是開放給民眾來參觀 看一下當時候的醫院是長得怎麼樣 那我們今天呢也非常高興 我們請到我們的賴老師 來為我們做專門的解說 賴老師妳好 妳好 大家好 我是文憲館的志工 很高興今天能為大家來介紹 這棟歷史建築 是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仁安醫院在當時候 算是一個很高等級的醫院對不對 對 已經非常高等 而且醫生的技術都已經非常好 明白明白 那我們先話不多說 我們先帶觀眾朋友們進去看一下 我們當時候的這個仁安醫院 到底是長得一個怎麼樣 好不好 來來來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仁安醫院四個字 其實它已經停業了 已經不在看診 但是那個 這就是當時候的招牌 招牌還是非常的顯目 那患者過來的時候 進來要看病的時候 首先 他一定要先在這個頭腰口這邊掛號 對 看 掛號以後就往裡面走 對 那這個醫院是科醫師 科千諒醫師 他雖然是小科專科畢業的 但是他其實 他什麼科都可以看 我們從這個 其實老師我知道 這個喔 當時候我們來先看一下 他能夠看診療什麼 有一般內科 小兒科 外科 骨科 腹腔外科 胸部外科等等 然後男女性的僻育 泌尿科 這等於是全科了 對對對 都可以看 這有點像醫學中心 對對對 也就是說當時候這個科醫師 其實他的這個醫術也非常好 非常精湛 而且人心人數 其實這個主持人知道 好像其實所有的醫生 其實他們都是全科的 也就是說呢 比如說我是小兒科醫師 你是這個內科醫師 其實小兒科你也會 內科我也會 只是內科我沒有你專精 小兒科你沒有我專精 但是統的來講 就一般的 一般的這個正常的一些 小病痛的話 都是沒有問題 都沒問題 好 所以說也就是說 當時候科醫師 就等於是全科的來 為我們台灣的老百姓來看 對對對 所以很受到 大大神這邊的人 大大神的敬愛 然後他的病患非常的多 所以有跟我們那個台北 台北城的那個南邊的 萬華的朝安醫院齊名 所以當時就會有說 北仁安南朝北的說法 南朝北是指萬華的 李朝北開的朝北醫院 對 也就是說這兩個醫院 其實是守護了當時我們台北市 所有市民的一個健康 好那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有什麼保留了什麼 這個醫療設備在裡面 哇它其實裡面還蠻開闊的 對對對 那這個醫院 比較特別是 它應該算是小型的醫院 連開刀房 X關什麼都有 那從上面可以介紹 可以看出它的器具 對 開刀的器具 這當時候的器具 對對對 還保留到今天 是是是 還有開刀房的設備 X關 對 所以說我們這樣看起來的話 其實以這個日據時代來看的話 這其實已經算是設備相當 完善的小醫院 不是算很大 但是已經設備很 已經算很不錯了 因為一般的醫院 好像就是一位醫生在那邊 診所沒有了 對對對 不可能開刀 對 這邊起碼它就是可以 已經可以做到這個 動手術這樣的一個順分 對對對 而且我看 它除了這個我們保留 也就是說醫生在那邊看診 對 前方看診 那如果需要開刀的時候 它要到後面來 好 這其實感覺有點赤裸裸 我要是當時候病患要開刀 他應該有隔間 他有隔間 可能有布連拉起來 當時候 有隔間 可是就是說 以現代化的 醫療的這種水準來講 我們很難去想像說 當時候的那個醫療 看起來比較陽春 病患心理也會比較緊張 所以可能醫生要花 更大的心思 去安撫這個病患的情況 對對對 要這樣才不會造成這個 病患太過於緊張對不對 這其實也是 這個等於說 我們台灣人 自己照顧自己台灣人 對 自己照顧自己 大家都平平台灣人 疼苦人疼的 那可能就是說 我今天能夠有這個機會 我受到高等教育 我學會醫療 回來我就要照顧 我所有的同胞 回饋的那個台灣人 是 那這邊呢 除了就是說開刀之外 我剛剛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這個 洗石子磨石子的這個台子 這個是幹什麼的呢 因為它開刀總是會有一些血水 要洗啊 清洗啊 所以它特別做一個 磨石子的水鑿 洗水槽 所以不是廚房啊 不是廚房 對 它有水龍頭 可以清洗一些那些髒東西啊 那一類的 咚咚咚咚咚咚 就是 雖然做不到像現在這麼高等的一個消毒 但起碼 最起碼的這個消毒啊 這個乾清潔要做到 對 對不對 所以當時候的這個環境跟這個條件 其實都很艱苦 對 是 那像這樣子一個建築 為什麼 我們可以進來參觀 是它當時候是政府去弄的嗎 還是說這個是為什麼可以這樣 1927年的柯醫師 醫學院畢業以後 就先到馬街醫院去工作 對 一段時間以後 在1927年開了 就在元品北路 最熱鬧的太平町這邊開了 人安醫院 是 所以當時候這算是黃金地段 黃金地段 那個元品北路 那個大大神當時有三條 這個元品北路太平町 在日記時代四季改正以後 是很重要的一個街道 明白 是從北門出來以後 就可以通往大龍洞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大道 是鮑魚鑽式 對 當時他們講說是鮑魚的鑽式 像徽章 像勳章一樣 然後旁邊還有花草 對 它的主體 它主建筑是以洗石子 因為日記時代 1930年代 那個鋼金水泥已經 已經很普遍了 對 然後它用很白色磁磚 當作很帶 所以這樣交錯的話 特別有那個感覺 就是藝術感 是 所以說它其實不但是有這個 關懷我們老百姓的健康 它在整體建築上面 給大家有這個很漂亮的 這個視覺上的一個享受 對 這種建築在當時 是最時代潮流的 懂懂懂懂 在最黃金的地段 蓋最棒的房子 其實目的就是讓 這個大家都可以來看病 我聽說當時 這個柯醫師有做很多的扇行 對不對 就是說很多人看到醫院 都不敢在意 有什麼人會太貴了 沒錢 怎麼看病 這個老師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因為柯先生他人心人數 甚至也願意的幫助貧窮人家 那有時候 比如說那個 那個貧窮人家他那個 那個費用啊 那個醫藥太高了 他就可以奢障 奢障 然後過年過節 這些人就很熱心 來用自己的肌壓什麼 來抵贈 非常有那個 人情味 我沒錢 沒有鈔票 要怎麼樣 沒兩隻雞給你 那醫生也收就對了 對對對 大家非常好 其實醫生也這個很辛苦 這個當時候這個善心 說實在話 他可能這個錢他也就不收就算了啦 但是你來雞好了 我就幫你這個收起來 感謝你 因為不收好像又拒絕人家好意 這樣不好 鄉民也非常的熱情 對對對 那可見得當時候醫師可能要吃雞蛋 都要賣了 自己收了一堆雞 那總該說完 還要吃 沒有雞也會死 好 今天非常感謝老師幫我們解說 這按音樂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不會不會不會 無故 按摸 我